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 这是何等甜美的事 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成为你 永远的偶你 这都是因为你的爱子 独身的爱子主耶稣 来为我们的罪带死 祂所流的血 是主耶稣的血 付上帝你因此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主耶稣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 无限的代价 使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赐给我们 那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 我们领受了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已经与我们同在 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面 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时刻 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正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看见我们处在 这个宇宙 整个宇宙这个大复兴 这个大金拜的前夕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站在 这个宇宙大复兴的前夕 我们这个时刻我们知道 你要让我们经历大复兴的条件是什么 要发生的什么事我们知道我们要高级主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 使我们可以 他可以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归给上帝 叫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 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一切都是你要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期待这一日快快来到 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从天降临 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就像当年摩西代理神出埃及之前 上帝的审判领到这个世界 是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借助圣灵完全的浇灌 在我们生命中间 使我们能够有这个似死如归的精神 在这个时代勇敢的向史蒂法的生命 来为主传讲福音的道 我们也深深相信 这个时代是一个收割的一个时代 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马上看见 数不过来的人数不亦相处 我们知道以色列外邦人都在你的计划的里面 我们就期待这个日子来到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领受的救恩是何等荣耀 何等丰盛 何等伟大 我们就每时每刻要送赞你的生命 今天我们再次可以来学习你的话 这是极大的恩典 我们就恳求你给我们有天卑的心 受教的心 无论听得讲的都愿意改变 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还是要在靠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愿意做出适当的改变 就像你在这几年来到生命中间所做种种的改变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成就你的旨意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捷径我们的生命 无论在原理思想行为 内心常未显出来 最就你一捷径 我们带着圣洁的生命来领受你的信息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 那这是我这个启示录的大标题 全副军装的主耶稣如何带领 是主耶稣带领 主耶稣如何借助圣灵来洁净 来牧养 祂所爱的这个默契的教会 这次是第21集 那首先我就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在这半年来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 所造的这个世界各地严重的这个影响 但是我自己是从 这个上帝怎么样看教会 最重要是上帝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 就好像我所说的主耶稣怎么样带领教会 那我深信是对教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罗马书第8章28节里面说到 我们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 万事也包括这个新冠病毒 都要有这个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 那我就简单列出这几点 那我深深相信 我自己 我不晓得你 我自己这几个月都非常忙碌 常常听讲到 看很多这一类有关教会 世界各地教会的事情 我深深感受到 这个教会正朝向和尔为义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那主耶稣在 耶稣福音17章的祷告就会落空 在那里和尔为义这个字出现一次 是这个耶稣祷告的重点的重点 终极的 因为会朝向 福所书第一章十节所说的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在基督里和尔为义 所以教会正朝这个方向 那第二呢 教会经历这个洁净 那我深深相信这几个月来 那你问我的 至少对我来讲 我是每天渴望过圣洁的生活 每天都祷告 洁净 哪一方面就需要被上帝逃召的 都很警惕 就求上帝来洁净 从内到外的 我在虽然对外面 对我的攻击各方面 或者是我将来要面对的事情 我都一直在准备祷告 还有第三呢 教会领袖更加的谦卑 更加乐意祷告 那特别我在这里 我自己 因为我在一间神学院 常常接触的都是这些 神学老师 神学生 还有最近也比较多接触 更多这个地方的 这里的领袖 那我自己感受到 因为我常常有机会跟这些领袖 当中的多数是白人 白人当中 每一次听他们祷告 都比较感觉上 就是彬彬有礼的 他们都是很 就是很有礼貌 祷告 就是你听的时候 就好像彬彬有礼那种感觉 但是这一次 这几个月听他们祷告的时候 那种火切的感觉不一样 感受到他们 就是那种愿意谦卑下来 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这里 是很professionalism的 就是他们强调就是专业 强调这个excellence 你做什么都是要 要尽上最 线上最美的最好的 所以你的skill 你的什么 你的profession 就是要全部线上的 所以有时候太注重在这里的时候 就有时候看不到上帝的工作了 但是这一次呢 上帝把所有的教会 全部就是整年的计划拆到完 神学院也拆到完 标准教会 包括我们的计划 本来我是打算 5月底下 要回去马来西亚的 现在我就在等 我今年的计划 就是让上帝带领就对了 所以我们看到谦卑下来 乐意祷告 然后有更有能力的传福音 那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们当中 我们知道 这个疫情里面呢 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就是更勇敢的传福音 这个疫情呢 可以让教会 更有力量能力 面对未来的征战 饥荒 瘟疫 等等 逼迫 这些都是很好的 我相信是 这段时间来 还是我可以感受到死无前 这个图案呢 给你看的就是在 米尼阿波勒 那个地方 那个黑人被 白人 被这个警察 指使的 这个地点呢 却成为一个 步道的一个集会 这个 那个宁记 基督徒一起在那边 开步道会 祷告 然后许多 没有信主的人来听 那上一次我给你看到 就是那个地方 就很多人信主 那也把这个 这种 我相信来的这些人 都不是一间教会的 都是 当地的基督徒一起 他们在这里 来传福音 一起的 同心祷告 那我自己 在看这个 COVID-19的时候 以撒尔书第 26章 20节到21节 却给我们 带出一个 我们现今的处境 这里 上帝透过以撒尔说 我的百姓啊 你们要进入室内 很狠 关上门 隐藏片时 等到怒气过气 因为耶和华 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刑罚地上居民的 罪孽 这个COVID-19的 跟罪孽 有关系的 必和也必 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遮盖 全 这个 全 的人 遮住了 OK 那这里呢 就给我们看到 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 上帝 保护那些 那些 爱他的人 让他能够 在这段期间 欢起来呢 是对你好的 外面有病毒 瘟疫 但是上帝说 要这里要审判 地上居民的 这个罪孽 那 我们接下来再看 因为我相信 今年上帝 让我 我从七年一月底开始 就一直讲 启示录到 现在了 已经讲了 差不多一年半了 那今年的启示录呢 就比较 更加的 扎实 因为 上帝 给我这个机会 我七年一月 开始 讲的时候 我的听众 就是好奇 我去了 大概前后 有二十多个教会 这个 我知道 他们都很好奇 因为教会很少 讲启示录 但是 至于要准备来呢 是我想 没有人说 耶稣快快来的 所以我七年呢 就凭信心讲 七年整年就大好天气 没什么事情发生 我这个呢 就是 有时候一句话讲 有时候要英雄造时事 不是时事造英雄 那感谢主 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就凭信心讲 那今年呢 就很扎实的 这个 启示录讲的时候 听众就越来越多 他们也在问 这个将来的 这个 耶稣再来的事情 那我也有写了 有关这个 耶稣再来的事情 我的看法 我在几个月前 马来西亚的宣传大会会长 他要我写 我已经写给他了 我的看法 我对启示录的学习 你们可以从 他们这个月会登出来 这一月会登出来 六月份 你可以看 宣传大会的 这个我有关 这个 主耶稣再来的事情 以及这个 我对启示录的领悟 那边有喜好 所以我们今天 我会把焦点放在 第五章 那我因为最近 在准备的时候 上帝就叫我慢下来 他说 这个 第六章的 你压后一点 要我更详细讲 这个第五章的东西 所以我就用 基本上你都听了 我希望这个温习里面呢 你会得到更多的重要的信息 谢谢 我相信你 听了之后呢 你一定会深受感动 那温习和平之君 就是耶稣 就是和平的君王 平安的君王 要准备 从天降临的计划 我们温习 以及圣灵 现今 这个现今 现在就是现在 借助高原的带舍学 跟这个 所有要执行的复兴工作 等一下我们会花多一些时间来看 我会跟你分享 为什么我会 我也要讲这一点 那简单的 让你看这个 第四章 约翰当时看到 这个异象的时候 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呢 他就看到 坐宝座的 这个荣耀的 尊贵圣洁完美 完全全并 威延的 父上帝坐在那里 然后第四节 那张老就准备 在那里 要准备敬拜 座位有24位 座位有24位长老 那这些长老都是教会的领袖 那在这里接下去呢 这些长老 他们有这个 师奉呢 是完全是上帝的 圣灵的工作 所以接下来第五节的时候 就马上 讲到在宝座前呢 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个火灯 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 就是圣灵完全的彰显 所以这个上帝的七灵呢 七灵呢 上帝七灵 这不是七哥 七灵 给长老 其实在领袖 有鼠灵眼睛被打开 他们就是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他们得到亮光啊 就是说这个光呢 圣灵的光啊 去展的灯火 就表达那个光嘛 这个教会的领袖呢 会被这个圣灵 完全的恩高之后呢 他们的属灵眼睛被打开 然后看见这个 成全终极旨意的荣耀 就是我们等一下看的 这个第十跟第十一节 然后这个上帝的七灵呢 给这个火物做什么呢 因为这四个火物 四个就完全的意思 四面八方 四面各地 代表所有的天使 来敬拜 父上帝的荣耀属性 所以他们的焦点 是放在荣耀的属性 教会的领袖的焦点 是放在城前 这个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圣灵在这里工作 所以我们看 从第六开始介绍 这四个火物 接下来他们的敬拜 就是敬拜 父上帝荣耀的属性 然后接下去 就是在圣灵的恩高之下 让这些二十四个长老呢 他们教会的领袖 夫妇敬拜 他们属灵眼睛被打开 就看见城前 上帝的终极旨意的荣耀 这个重要性 所以他们就这样祷告了 那这些你看 在这个右脚 就下这个 这个column呢 你看到 这些我全部 这应验了吗 全部应验了 这是我在祷告里面呢 上帝给我看到的 这一个 所以我上几次里面有提到 先经 我这边 是在我这里的 这些教会的领袖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经历史无前例的那种祷告的活动 我那种祷告的活动 白天 我多得不得了 每个人都很紧急那种感受 我们一天要祷告几次 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祷告 甚至有通宵祷告 这是我感受到就好像那个24章的 周围敬拜那种感觉 每天都要日与夜 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然后我们进到第五章的时候 当周围敬拜之后呢 父上帝 约翰就看到这个异象 看到这个异象呢 这个书卷 在父上帝的右手中间 然后天使就大力的宣传 然后天上地上地底下 到底谁有没有能可以展开 当时异象看到的时候 那一幕是没有人配的 因为从约翰一带到天上的时候 他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主耶稣 你看第四章第一节 他听到之前的那个声音 趣号的声音叫他上来 上来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主耶稣 从第二节开始到 第五章的第四节 他都没有看到主耶稣 他有看到做宝座的父上帝 他有看到这个上帝的七灵 在宝座的这个周围 但是耶稣在哪里呢 天使喊的时候 耶稣也没有出来 知道呢 这个长老中有一位 也就是之前第四章 二十四位长老中的一位 我相信 这个不只是他一个人知道 就是长老中 就是 我想这二十四位都知道的 有关谁可以揭开 观看揭开这个印 所以有一个代表 长老中就一位对 对我说 不要哭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你可以看创世纪第四九章 谈到这个和平军要来的 大卫的根讲到 这个 撒摩尔基阿第七章 永远的君王 他已得胜 所以这个你把这两个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加起来就是 永远的君王 就是 就是 耶稣 永远的君王 要来地上准备作王 他是配得 揭开 展开那书卷揭开 这个七印的 所以和平之君 所以我自己深深感受到 因为我最近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不是唱独角戏 我自己 过去这一段日子 听了可能十几二十个 这个讲言 包括亚洲的美洲的 当中可能有十个 我比较多听的 他们都感受到和平 他们都他们的信息里面 有一些在去年 我在听他们的信息里面 很多是2019年 大概1月2月3日的时候 跟我2019年 1月领受启示录教导的时候 几乎都同一个时间 这一些的牧者 他们也传耶稣从天降 就是耶稣要来地上准备作王的信息 所以我相信 在亚洲 在欧洲 在美洲 很多地方 好多的牧者 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你这里讲 长老知道嘛 这个长老就是教练就知道啊 上帝会给 哪一天来 当然不知道 但是 那个耶稣要来 所以为什么我说在去年的时候 我一直祷告 我一直祷告很多次 因为上帝给我教启示了 我就问一个问题 耶稣是不是这个时代来 那我得到的答案是 所以我每一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在下一个时代 是这个时代耶稣要来 我已经讲了好几十次了的 我讲的是很有信心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每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时候 我说上帝 你不要让我做假仙子 你要的东西 我很坦诚跟你讲 我跟你祷告的时候 我要跟世界各地的信徒讲的 我讲的话不是我要讲的东西 我要讲你要讲的东西 所以我到现在 我很确定 我自己很确定 我从神给我的领受 我是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长老 可以这样肯定的 说耶稣要来 他配的揭开 他准备揭开 不单是我 还有其他的牧者 都是这样的信心 都是感受到 We are in the time The end of the end 就是耶稣来的这个时代 不是一直拖拖拉拉 拖拖两三个世纪 两三百年 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 到底还有多少年 你不要问我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可能 但是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 所以长老就已经讲了 就说耶稣看到未来有长老 就说众长老会知道 耶稣从天降临的计划 如果你不知道 我跟你讲 我希望你可以相信 那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 这里关键就来了 刚才你看到这里的 这些都应验了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 这个正在应验 我用这个字 正在 就是process 就是在这个时刻 就是我们处在一个 全宇宙大复兴的前夕 前夕 就是耶稣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马上看到有宝座四伙和长老中 有盖王赞力 他这个是第一次看到 我当时讲到 有大狮子大为的根的时候 他马上看下来 他没有看到狮子 他没有看到这个君王 他只看到 这个羔羊战力 像是被杀的 这个有一点矛盾 被杀的羔羊是应该躺在那边的 但是这里 就我们看到的羔羊是战力的 就是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战起来的 他已经得胜了 刚才长老中有讲 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 有完全的能力 完全的能力跟完全的智慧 然后他同样的讲着 完全的能力 完全的智慧也在圣灵里面 他说奉差点往古天下地 圣灵已经在地上了 我们都知道这是肯定的 已经在我们中间了 他要强调这一点 这一次的圣灵的能力 要彰显他的完全的能力 跟完全的智慧 所以圣徒会经历能力 经历这个智慧 在这里看到吗 这个我们常讲的 这个气 角气 研究上帝的气 很多气在这边 就是完全 所以我们这个圣灵 这个能力跟智慧 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看到主耶稣要从天降临 给我们能力 去怎么胜过罪恶 怎么胜过逼迫等等 所以我们处在 圣灵正在应苑的时代 我们上次有讲到 这个圣灵的工作 我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让我明白这个真理 就是给我们这个智慧 所以你这个时刻 你会经历史无前例 对上帝话语的认识 然后聆听执行主耶稣的吩咐 你看到羔羊 跟这个上帝的气灵 就好像二合为一在这里 中间这个气眼气脚 他要聆听 因为耶稣是吩咐圣灵 在救赎的地位上 圣灵是执行主耶稣的吩咐的 所以他要高级耶稣基督 要荣耀耶稣基督 等一下我们会看 他要高级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讲高级耶稣 带死他的血 所以我就温习 这个有关神的气灵 已经在这个地上 在这个地上了 这上帝的现金 现金很重要 圣灵做什么你要知道 你不知道圣灵在做什么 你怎样祷告 于是你祷告的时候 你没有align 就是没有跟圣灵同心 所以他现金在做什么 圣灵现金在做什么 我要问 我看到圣灵现金在执行 在感动正圣灵 献上这个金香炉的祷告 七个秦以炉的祷告内容 你都知道 这七个我已经 这个七个呢 是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 你看耶稣揭开第一音的时候 你会看到六章跟七章 我这个七个 我这个七个秦以炉的祷告内容 是在第六章跟第七章主要 然后另外呢 还有二十一二十二章 就终极的目的呢 我们要朝向那个赫尔为义 在基督里赫尔为义 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就是终极的目的 但是终极的目的 到之前我们有 更近的这个目的 就是耶稣要来地上做完 所以这些一定要 圣灵要让我们有这样 这个祷告内容就是 耶稣揭开 我们说跟耶稣同心 所以你要拥抱 这七个秦以炉的祷告内容 现在就要开始 所以你的祷告内容 一直要围绕在这一方面 把你自己个人的需要 先放开先 先以上帝的祷告内容 这是上帝的需要 我们看到耶稣要执行的 另外呢 接下来呢 圣灵献金在做什么 他这里说 首先呢 让教领袖众说 看见主耶稣的带死 耶稣的带死 带死 被杀 带死 就是讲到耶稣的血 等一下我们看 第九到第四节 就是说圣灵正在给我们 因为 接下来第九到第四节 还没有应愿嘛 他准备要应愿 所以圣灵就在这个时刻 就让我们 重新看这个上帝 借着耶稣基督 这个十字架 他所成就的这个约 所以我张己就一直强调了 因 为什么你配揭开这个七音呢 他说因你成被杀 用自己的血 所以主因 这个真正的主因 真正引爆 这个全世界大复兴的主因 是耶稣的十字架 他的血 所以这个呢 如果是现今教会一直强调的信息 所以我相信 你看到 Minneapolis 在那里传道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传道的时候 这个就是高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你就会经历很多人归族 所以你看到那里 当场很多人归族 还马上洗礼 就好像回到使徒时代那样 当场就洗礼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圣灵正在 他 我给你看嘛 要高级耶稣嘛 荣耀耶稣嘛 最荣耀耶稣的 就是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他所付的代价 到一个大到一个地步呢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付的 所以耶稣的被杀 他的带死 所带来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 重新要看到我们是完全归神的 重新要看到我们是 这个永恒国度的国民 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候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然后我们做上帝的祭司 我们要看到 因为这个是耶稣的代仕 所带来的属灵的福气 带来的结果 并且眼前我们要准备 在地上与耶稣一同做王 所以这个是现今 首先要让教会领袖众圣徒 所以为什么我上一次 就提到这个守圣禅 等一下我会花多一点时间 讲这个圣禅的事情 所以上帝的七灵正在彰显 他的智慧 所以这段期间呢 我们会深深感受到 这个秦宇如的祷告内容 是我们现今会出现的 然后这个能力呢 就在这个时刻呢 圣灵的完全能力彰显的时候 我们会胜过罪恶 在思想远点行为会更加的深洁 远离罪恶 所以这段期间呢 这几个礼拜几个月来 你会经历史无前例的 你会感受到 你的生命一直被洁净 如果没有的话 你很危险 你很危险 因为圣灵正在做这个工作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你的心很刚硬 可能你还受很多这种世俗的影响 很多时候可能你不愿意顺服 我这个肯定的 因为圣灵完全的能力彰显 肯定让信徒 圣徒有这个能力 过圣洁生活的 这个是不用讲的 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彰显的时候 不可能一个人一直在犯罪的 第三呢 圣灵能力彰显的时候 他要给你这个权力 这个能力跟智慧讲基督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时刻准备 我之前不是有人问 要不要传福音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传福音了 那我准备自己要在网上录制 录制这个福音信息 我最近在打告的时候 我会用 因为网上我也好多认识的朋友 可以献给他们 我的亲戚家人 可以录制之后呢 我用这个Zoom里面 自己讲一个人讲 然后把这些经文打出来 然后献给他们 叫他们就可以看 虽然我现场人不在马来西亚 我要用这个Zoom meeting的方式传讲 我相信圣灵会做这种媒体 人虽然不在场 但是我相信 这个 这个是圣灵要给我们圣徒 像这个死体反这样 你去看死体反的例证 他是以圣灵和智慧讲道 圣灵就指着能力 众人抵挡不住 后来他就因为勇敢的传道 后来他殉导 所以你也要预备心 你勇敢的传道的时候 可能你没有 像彼得当时那么有那么好 三千人信主 可能 不过死体反信主之后呢 当时的扫罗在那里 后来就成为伟大的保罗 你看到 所以圣灵正在 我们讲到正在做这个工作 他现在是圣灵 我的灵里面很清楚知道 这个圣灵的能力 正在完全的彰显 圣灵的这个智慧 正在给予这个教会 所以现今教会 圣徒会经历史无前例 你听到我一直强调这个字 史无前例 史无前例 你会对圣灵的道圣经里面 对耶稣的十字架会有 很深层的那种的 这个经历 所以这是我要讲的 好我们看下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个 这里正在应验 我们现在来高阳 我们都知道 第八七跟第八节呢 是会同一个时间应验的 所以这里为什么还没有满 就还没有高阳 还没有 就是说这个书卷 还没有在高阳的手里面呢 他站在那里准备 去拿书卷的时候 同时呢 圣灵就在 第六节讲 圣灵在地上工作 他要在 教会的领袖 众圣徒里面 让他们盛上这个香 因为香还没有满 香一满了之后呢 那香怎么会满 我一直在 我跟上帝祷告 我至少有一点的答案 我会可能接下来几次会慢慢带出 什么时候香的满 什么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全宇宙敬拜 你全宇宙的这个大复兴 所以我们看这个关键引爆 我们就在这个引爆这个全宇宙敬拜的 或者这个全宇宙我们简单讲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各地的大复兴 这前夕兴呢 是这个 第九节 所以你看他们欢喜快乐地唱新歌 说你配拿圣结 因为你成贝撒 所以这里提出 贝撒跟自己的血 其实西夫你可以讲说是同一词 就是说他们贝撒就流血 跟深处的讲都是带出 所以神的灵感动 他说贝撒就是这个饼 叫贝 这个饼 在纪念耶稣的死 用自己的血 我们守身上不是 这个谈到 耶稣拿起饼来住血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舍得 你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个饼呢 这个身体被掰开的时候 这个身体被掰开 我们就联想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牺牲的这个带死 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是我们可以跟父上帝和好 我们以前跟上帝为敌 现在可以做上帝的朋友 上帝的侯女 我们以前活着 受魔鬼的捆绑 现在我们成为义的奴仆 以前是罪的奴仆 现在是义的奴仆 然后接下来 耶稣拿起饼来 然后他就说 这个杯就是他的血 所立的心业 这个杯为什么讲杯 杯是血 所立的心 你们每逢他是要如此行 只等到他来 所以这里就讲到未来 所以守圣餐 有过去跟未来 未来就是耶稣再来 所以每一次看到杯的时候 耶稣要来 这个来 所以为什么 这个他们在唱的时候 就马上让我联想起 这个耶稣的这个 这个饼跟杯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 引爆接下来大复兴 我们正在要准备进入 这个大复兴的前夕 所以圣灵正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圣灵的这个时间表 你不是我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个人 你个人每一次安静 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 灵修的时候 我奉献你好好的来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就看这个耶稣受难的那一周 或者是你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23到29节 讲到这个守圣灵的保罗教导的 你就是把焦点放在十字架 听十片二十片三十片 最近你就听 然后教会 上个礼拜我就提到 教会能够的话 可以每一个礼拜来守这个圣灵 然后你个人呢 等一下上次有谈到 个人守圣灵可以吗 我就提到说 你要先咨询你的牧师 跟你的牧师讲 你如果你想要这样做 如果你不会做 那牧师可以教你吗 等等这些 你都先询问你的教会的领袖 看怎么样去做 等一下我会更详细讲一下 这个是我给大家看的 第十章的 周围的敬拜 这个父上帝的这个书卷就揭开 圣徒准备成像这个金香儒的祷告 满了没有 现在还没有满 要满了之后呢 就揭开 满了之后就经历 这个世界各地的大复兴 之后呢 就揭开这个第一印 那这是我昨天 我早上一醒来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这个信息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 上帝就 我就在花 祷告的时候 这个信息当然 这是过去五年来的 我相信五年来的这个圣灵 这个整个孕育的过程 你看到这样写下来 你好像突然间神给你讲 不是 其实神五年前就讲了 就是累计 到最后这个好像是一个 这边的一个结论 天天守圣餐 特别是默想主耶稣 默想强调主耶稣被杀 以至祂的血 这个只圣餐 这样引爆全世界就会大复兴 那启示录第五章 刚才我们看了 特别是第九节 感谢主 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 讲这个 我为什么会 在昨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就领受了上帝给我的信息 这是我接下来 6月14号 昨天星期天早上 深深感受到 重复上帝赐给我的信息 也是赐给神世界各地教会信息 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 我会这样洗 以便可以引爆大复兴 我们要大复兴 我们没有符合那个大复兴的条件的时候 那怎样大复兴 但是我相信 你不做 圣灵不会在那边等你不做的 他一定会感动那些会顺服的人 所以你引爆大复兴的时候 可能你就是那一个没有被复兴的 因为你可能一直刚硬 所以你要顺着圣灵的工作 好那我怎么会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那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就听了这个老牧师 叫鲁安格 这个鲁安格呢 你可以上YouTube里面 这个是上帝很重要的仆人在美国 他的呼召过去这30年来的 专门带动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他的儿子在12岁的时候 被上帝给他一个意向 12岁就进行了这个42天禁食祷告 他的儿子叫杰西 杰西安格 那他我就早上我就醒来的时候 我就会因为我都一直有听信息 我就听他讲这个 七分钟你可以上网去找 The steward of the blood of Jesus 其实我听过了的 好几个礼拜前都听过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早上我就想再听 可能是第三菜第二菜我就不知道 至少我听过他讲过这个东西 我一讲听他的时候 但是我很详细因为我听过一讲 所以这一次更注意他的每一句话 这个是他从这个Peter Lewis的生命的见证 就是这个Peter Lewis 这个Peter Lewis他也有一个ministry 他很注重祷告的 他出了一本小书 这个是30天的God to 就是30天的God to to bear the heart on fire Keep the blood warm 这本小书Amazon里面可以买的 我准备要买 我要来更详细的看这个Peter Lewis写的 Keep the blood warm 他的经历 这个不是out of一种学术上的写的 这是他的经历 他什么经历呢 他等一下我跟你讲 他读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九上 所带来的一个神的一种的 就是一种生命的经历 出埃及记 等一下我们会看 他在那个看出来机器的时候 他领受的 The Father God said to me 就是在他的灵里面跟他讲 If the priest of the old covenant 就是旧月里面的 就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祭司 他们怎么样 So diligently steward the blood of the lamb twice a day How much more should my new covenant priest 就是我们新业的祭司 对吗 我们是祭司 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对不对 Steward the blood of my son How much more 看到没有 他马上突然就猜出 Wow The blood of my son Jesus 我们怎么样看 他主要谈的就是这个圣灾 好 那有关这个Peter Lewis 他的经历里面 我简单的讲 这里提到 从他出埃及记 29章38到46节里面 这里特别是 前面是讲到 他们祭司 这个高祭司 所做的事情 整章都讲 然后到了 这个高完之后呢 他们每天要做什么 然后你每天就祭司 每天要献在盘上 就是两岁的一只 两只一岁的羊羔 两只 早晨要献一只 黄昏的时候 要献一只 看到没有 然后接下来 还有参差其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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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祭的 然后到了 这个黄昏的时候 他就讲到 那一只羊羔 在黄昏的时候 就献上 照着早晨 和这个殿祭的 礼伴礼 作为献给 耶和华 新乡的火祭 他一讲完之后呢 他就讲到 结果怎么样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 就是当时是会幕 做你们事实在 长县的番祭 然后他做 献了祭祭 他就讲到 结果呢 我要在那里 与你相会 第一步 相会 不一定有讲话 对不对 就是神 guarantee同在 这个是 就是说 当你献这个羊羔 早上献一次 晚上献一次的时候 我的同在是肯定的 就是你要相信 我就借做 这个血 你看到 今天羊羔的血 因为他宰杀羊羔 他的血呢 就是要什么 要撒在 这些祭坛 对不对 就像献给上帝 所以首先 他说我要在 与你相会 这是肯定 神的同在 一定是的 所以你要确定 每一次守圣禅的时候 神肯定同在 但是神也没有讲话 有时候上帝 静静也没有讲话 就好像 我跟我师母 在房间里面 他跟我在一起 可能一个小时 我根本 我没有讲话的 他静静我也静静 他做他的东西 就是在那里 但是有时候 上帝会讲话 所以 就会有声音出来 所以在这个守圣禅的时候 你会领受神的信息 你一定肯定 他的同在 是不会 你看不到 你不能说 这里讲了 除非你不相信这句话 我要在那里 与你相会 这是上帝讲的 到你献 祭的时候 献羊羔的祭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 但我不一定 有讲话的 有时候你会听到 和你说话 就好像 新叶里面的 这个 撒加利亚 他去圣殿里面献祭 那我相信 他每年去 代表以圣献祭的时候 可能没有 没有 直接听到神讲 但神的同在肯定了 但是那一次 神就派 那个加百利去跟他讲话 所以 有时候 你会听到 神跟你讲话 但是神的同在肯定了 然后他说 我要在那里 在那里 就是灰幕 因为灰幕献什么 每天就有 雪 羊羔的雪 在那里 早上散 晚上散 就好像祭司 进圣殿里面 点那个七盏灯火的时候 早上去 晚上去 两次 他说 这个灰幕 这个殿要因我的荣耀成生 所以 上去应许 他荣耀的同在 因为 这个 你献上的羊羔的血 所带来的 这个灰幕 都成为圣子 我要使灰幕和谈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是什么成圣 就是刚才献上这个羊羔 他的血 给我做祭司 我要在以色列中间做他们的神 看到没有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是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我要坐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这你看到吗 所以 当这个 彼得路里沙 他读这段 就重复又重复的时候 上帝就给他 注意 为什么早晚 每一天 突然间 每天早上黄昏 献祭 每天的 这个没有 安息的都没有的 就是每天 这每天就是每天 安息的他也要去做这个事情的 每天 就一直讲每天去做 那你看一下 这个祭司 他们每次拿这个羊羔来的 是一碎的羊羔的时候 祭司要查看看是不是无瑕吃的 有瑕吃的是不能献上的 无瑕吃 切了之后呢 我才带去宰杀 然后 献在这个坛上来烧 这个是他们 会目前的一个坛 这个羊来烧 然后那个血就 撒在这个坛上 每一天做 如果 每一天做的话 我们按照我们的羊历 三百六十五天 乘二的话 就是七百三十 加起来 再乘从摩西开始 一千五百年的话 到耶稣来之前 我们看到这里 有多少只羊 一百零 一百零九十五千的羊羔线上 如果用我简单的一个数字 每天要做 所以Peter Lewis就突然间 刚才我不是给你看他讲的这句话吗 前面这句话 他马上就是领受到神跟他讲这句话 If the priest of the old testament old covenant so they steward the blood 我相信他每一次把那个羊羔的血洒的时候 他说 Keep the blood warm 那一本小书里面 领受的小书里面 Keep the blood warm 他说这个old covenant的 就是就业里面的祭司 去怎么steward 这个 就说这个怎么样 去好好的办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何况 现在我们现在steward the blood of the sun 他一个一天有两次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作为 父上帝的祭司 我们怎么看 这个儿子 这个上帝所爱的儿子的血 他就讲了 这是我的血 我们怎么样 他设立那个圣传的时候 这是我的血 那个血就生在过程当中 你看到没有 就很清楚 所以他就受到感动 后来他就 那一本这个 Keep the blood warm 看到没有 Keep the blood warm 这个我鼓励你可以的话 去定 我们把它来看 那我再看到 就位里面的 有一处经文呢 是有关这个 也是献羊羔的这个季 你看到这个 所罗门现圣殿的时候 那一次 所罗门用了牛 两万两千 羊羔 十二万 这里有了 有多少血 这个现圣殿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行圣殿这里 一共有十三万两千 当中有十二万羊羔 这些都是无瑕疵的羊羔 十二万 有了多少血 所以在这里 他所罗门王 祷告完毕 由火从天上降下来烧 进 半季和别的季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 这个电 因耶和华的荣耀充满 耶和华的电 所以祭司不能进电 荣耀大到一个地步 你看到这个多少的血 流了多少的血 所以旧约里面 耶稣没有来之前羊羔的血 就是只要是一岁 或者是这个是无瑕疵的 无瑕疵一岁的羊羔 就是喝神的心 这个线上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要张上 这里讲到火从天降 祭司都不能进这个电 耶和华刚好的电 荣耀充满到当时建的这个电 你看到 这个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血 何况现在我们 我们是 耶稣的血 上帝儿子的血 肯定超越这个 十二只羊羔的血 那个荣耀有多大 这个我就想到 希伯来书有提到 如果 当然当时 我们这羊羔的血 终极是不能 除罪的 它是代表 但是你只要符合神的要求 当时继位的人就这样子得到神的赦免 但是来到新耶的时候 何况基督接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 他的血 也不能洗 如果继位的血 他就前面讲 如果继位的羊羔的血可以洗净了 那神的 儿子的血 不更加能够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心 使你们事奉永生神吗 那他讲的肯定的 这个刚才 Peter Lewis讲到他的 他说 就位的祭司可以这么 这么精细的办理 每一天两次办理 这个处理 这个献羊羔的 献这个血散 每一天都这样子 更何况我们新耶的祭司 我们没有这样做 那我就有在看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一 第四十一到四的期节里面 谈到当时 信主的人一起 在那里遵守使徒的教训 Peter在波秉祈祷 接下来你看 第四十一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在电影 还有且在家中 破饼的天天 存在欢喜的心用范 赞美神得忠明的时代 主乡得救人天天家 所以我们看到 天天掰饼 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 是初期教会 开始教会 我相信我们进入 这个末期耶稣来的时代 要回到这个使徒时代 这样子 肯定比使徒时代 更加的荣耀的时代 这里看到天天掰饼 那我自己在看 这个天天掰饼的事情呢 我自己在看其他人 有提到天天掰饼的事情呢 这个事情我就找到 耶安威斯里 在他带领复兴运动的时候 他把这个守圣餐 看为是 a means of grace 就是神要 透过这个守圣餐 要祝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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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者 就是encountering God 他深深相信 圣餐是encountering God 然后他就说 observe as often as you can 所以当时呢 跟随他的这些的圣徒呢 有时候教会 他们就会跑教会 跑什么教会 跑现在教会 那个礼拜 他们有守圣餐 所以那段时间 有他们的 就是跟耶安威斯里的生徒呢 就会给人家误解 如果你就跑来守圣餐 因为他教导他们 要天天守圣餐 就说 as often as you can 他都越多越好 但是他没有讲 他说你一天 如果你一天要守两次 也没问题 Mother Teresa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自己上了一个叫 应该是 spiritual formation的一个课 我旁定这个课 那个老师里面提到 Mother Teresa的一些工作 师奉 他Mother Teresa呢 他应该是中午吧 没有记住 你可以上网去找 有他的资料 我已经有 我没有列出 我找过他资料 他有讲到这个圣餐的事情 他们天天守 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 他就跟那一幅师的 天天守 然后他有讲一个经历 当然很多经历 他就讲 你说我好像 我就好像一般的人来的 有一次他在守圣餐的时候 天主家叫Mars 他们守圣餐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 他就深深感受 耶稣可以去拥抱 那个 去摸那个 这个长大麻疯的 他突然间醒过来 他现在在印度 他摸那些人 只不过肮肮肮罢了 他就马上感受 所以他说 你以为我是一个圣的 没有 圣下就是圣的 没有 他就因为被耶稣 那一个举动 受感动 在那个圣餐的时候 他就 所以为什么你看 Mother Teresa 他可以进到最穷的里面 他看到任何人 多肮脏 有什么病啊 有什么 他就是拥抱 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他做到 因为耶稣做到 他要跟随耶稣 在圣餐里面 然后有人就问他 他就 你看他不是一个 你说他好像也讲到 他可能就是 就是一般这个侍奉者 有人就问他 你现在建立的 这个服饰到底有多少 那个时候我看的资料里面 有400多点 所谓400多点 就是如果用现在话来讲 400多件教会 我在看别的教 这个记录里面 讲600多点 就是世界各地 成立了他的600多个 这四公 这一个一个一个 看过去 他个子都很小 一个一个你看过去 外在 好像没有 没有那种威严这样 但是他却影响了 世世代代 所以跟生产有直接关系的 他天天守生产的 他们 Smith-Wiggins 就是这个英国的上个世纪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上帝很大 中庸的一个 一个步道家 一个兴奋家 你可以去找他资料 我也找过他资料 这个牧师很怪的 所以我讲的很怪呢 就是你大概找不到 这样的牧师的 他天天守生产的 然后他只读圣经 他不看报纸的 他不干实事 他说这看什么 那也都不是真 就算真他说是 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的 他只读圣经罢了 然后祷告 他就做这个事情 我应该是2018年12月的时候 我在寻求 我在找 我在找很多这个有关 Revival的事情 有关祷告跟Revival 很奇妙 我就看到他的资料 我就去找 然后找到的时候 我就看他天天守生产 因为我大概说对生产 我2015年在神学里面 我有这个经历 我就很想 守生产 所以我那一段 在马来西亚的时间 我很喜欢去 这个福音堂的教会 我很喜欢去 因为我每次去都有生产 我去其他的 这个教会呢 没有生产 你要碰到他们有才有 所以我很喜欢 那个时候我在巴圣住 在夏阿拉美越福音堂 他们中文部 常请我去讲他 我每次去都很喜欢 就比他说 我很喜欢来你们教会 不是因为我想长大 因为你们有生产 我很想守生产 所以他一讲的时候 马上允许我 哇他在家里天天守生产 那我是牧师 我为什么不可以守 我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就守了 所以我就会每天都守 那个时候就每天就找那个饼跟碑来守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神学院这里叫 Bob Stam Asperry 这个Dean of Chapel 你可以上网去找他有关讲 他应该有写了一个 他有PhD的一个 就Succimentary Theology 应该是他写在英国的时候 他是上一任我们的在神学里面的这个Dean of Chapel 你可以看他的 他讲了一句话深深让我感动 他说 耶稣邀请我们来 这个守身 如果他邀请我们来的话 耶稣不可能不在那边 就好像如果你邀请人家来你家里吃饭 那你能跑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主的同在 跟耶和卫斯里所讲 所以我们的神学院 这个Asperry神学院 是这个 在美国 至少我们知道 这个卫理公会里面 在神学院里面 或者教会里面 是唯一一间星期一到星期五 都有所生产的 很多所生产的 OK 那我记得见证呢 什么呢 这里 我自己今天 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的见证里面呢 我领受生产的是 我经历主耶稣 刚才讲到主耶稣同在 我的鼠灵眼睛被打开 听见上帝的声音 我常常会听到上帝跟我讲话的 我常常会听到的 我的灵里面很敏感上帝跟我讲话的声音 那因为我最近在讲启示录嘛 所以我就看到启示录在那里讲到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的时候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正在讲的东西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那有关这个手生产的事情呢 其实我上一次有讲过 我现在再讲一点 那这个是我1988年 信主之后到2014年呢 我就在一般的这个 传统的平派教会 我每个月手一次生产就 就日霸了 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这个是我来的 Esperry神学院2015年9月开始 我在那里每天都参加他们的圣餐 然后我在10月中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经历 就是圣灵就感动我 他说圣餐是基督教最神圣的活动 那你问我的话 为什么有这句话 就是圣灵跟我讲话 就是哇 我说差不多四年前的时候 四年半 这个已经差不多四年半 就是205年这个时间呢 我就 我这句话就深深感动我 很感动我 所以整个基督教活动里面 最神圣的活动就是手生产 所以从此呢 我就开始慢慢 圣灵就在我心中 慢慢把这句话 变成一个事实 怎么样一个神圣的活动 那当然引到现在的时候 这个神圣的活动 就现在上帝要带领这个 整个大复兴的前夕 就是这个圣餐 就是这个十字架是主要的 这个事情 所以我这段期间 我来神学院的时候 我每一年就有来神学院的时候 2017、2018 我都很喜欢 我每天都参加他们的圣餐 老实讲我在这个神学的时候 我到处看到神跟我讲话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这个我刚才讲了 就是2019年开始1月份 我就天天守圣餐 那我天天守圣餐的时候 是因为我要效法这个牧师罢了 我就没有特别 它不成为一个信息 因为有些人 他做的时候 他也要别人做嘛 对吗 当时我没有这个感动 我只有这个感动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历嘛 所以我就自己天天守圣餐 我也没有 我的师母说 你也可以守啊 我也鼓励你守 他有时有守 有时没有守 因为我看为这个事对我的影响 就我自己一个人 到了今年2月3月中的时候 我们神学院就关闭嘛 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本来我是神学院 中午我就去守圣餐 然后晚上我去睡觉前 我也守圣餐 但是中午的时候 没有守圣餐 不过上帝就感动我 祂说你自己在家里 中午在守 你早上进食祷告到中午的时候 你就中午之前 就是12点 有12点多我就守圣餐 我就前面的时间都是祷告 很多时间祷告 就守圣餐 然后睡觉前也守圣餐 所以变成一天两次 之前一天一次 那一天这没一天两次呢 就好像聚会里面那个祭司这样 早晚一次这样 那昨天呢 这么巧 这个昨天是我们美国总统啊 这里总统的生日 川总统的生日 所以我就领受了这个信息 就我就马上写下 我就跟上跟我的师母讲 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呢 早上领受 昨天就礼拜天早上领受的事情 其实从过去这四五年来 上帝不断在一个时间里面 透过讲道 透过不同的人 透过我的参与 等等 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可能是在去年或者是前年 我忘记了 一年多两年前的事情 有一天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上帝在做什么 我当时问这个问题 我说现在父上帝在做什么 圣灵就感动我 他说现在每逢上帝做什么 看什么的时候 他就看那个他儿子的血 他透过看住他儿子的血来看我 他透过看儿子的血来做事情 看儿子的血 那你问我的话 是什么意思 这个 我自己从解冰书 自己平常读 我都没有 我有跟我的师母讲过 我记得我写下来 我那一次的经历 因为我都有写那个 应该是在七年后的前年 我要去找 所以这一句话就 原来就是 启示录第五章 在引爆大复兴的时候 上帝每一次看你看我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看你看我的 他是透过耶稣的血看我们 就是耶稣的代史 就是借着耶稣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就是这个保罗讲的 宴送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 他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的世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看到没有 在基督里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也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你看到吗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爱子里的血 看到没有 所以我就 其实这四五年来 从2015年10月的感动 到今天的信息 这四五年来 整个的过程里面 孕育做耶稣的血 所带来的功效 那这里呢 我就把我找到 我写过的这有关 这个我post在我的facebook 你可以去看 你上去看 详细看 你去找 November 15 2015年 我今天就讲 我放在这里给你看 我就前面就把我写的这一个 就来神学 那个时候来神学 我这两个月的 对生产的经历 然后我就写了四点 这个我献给你们 我的YouTube的时候 你可以详细看 所以你看看 因为现在我想没有时间了 已经有点过失了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就详细说 一声一声 说 所以耶稣讲到二人成为一体 那个教会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是我是基督跟教会讲的 第三呢 每一天都很期待这个生产我就去了 所以每一次去的时候 这是我每一次守生产的时候 我就会做这个祷告 所以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会同时也祷告 我要为主训道 我每一次都做这个祷告的 我说主啊 如果你要我为主训道 我很愿意 所以这是第三最后呢 第四 有一次呢 就是我 I feel that my Lord Jesus standing at the table 这就是我讲过 5月 2015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参加那个剧 我就看到我们走到前面去拿那个饼跟杯 我就看到 好像耶稣就在那个台前那边等我 好像我要跟他结婚那种感觉 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感动真的很兴奋 我相信如果你是新娘也准备走红地毯进去 跟前面站着那个新郎结婚的话 那一刻一定是很开心嘛 对不对 这是你可以上去更详细看一下 好结论呢 就是这一期的结论呢 上全知全能的主耶稣已经拆遣 他的气灵也拥有这个全能全知的圣灵已经在地上 现今正在执行 所以我希望你每一天呢 都把我那个勤以鲁的祷告内容 一直重读重读 然后献上 我这是圣灵正在的工作 然后现在呢 圣灵呢 在教会在众生徒 要借做这个耶稣的代史 这个我看为是指着这个圣餐呢 我们重新每一次在 守圣餐的时候 重新再思考 所以你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这段作为你默想的经文 第九到第十节 因为这一段经文 一成就的时候 你就是正在经历 这个世界各地的大福祉 所以这是圣灵正在的工作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对不起 今天讲了 大概整一个小时 处一点 给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问题要问的 那如果你或者你想要补充 或者想要分享都可以 就给弟兄姐妹这个时间 来问问题和分享 有吗 有问题吗 你可以打在那个 那个Zoom里面 如果你可以不想讲话 你可以打在那边 看我就可以回答 如果你有讲话的话 你就要开你的声音 我怕有人讲话没有开声 有吗 有问题吗 今天我讲得这么清楚 还是你们都完全听不懂 通常没有问题就是听得懂 或者听不懂 不知道怎样问 那这里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 我每天晚上 我们在美国就是 9点到10点 我们有一个神国复兴 祷告群 我们在那边祷告 你可以上我的Zoom 好 方牧师你有话要讲吗 我看到你的 你的视频 还好 只是 要小发现 很重哦 今天的那个 那个信息很 对对对 我希望 就是你 如果许可 你真的是要安静 尽时祷告 去去揣摩 今天的这个是 是是是 你让我想起我们我们教会是不是重新可以崇拜的时候 我们是每个星期就应该要要要要有这个生产 我还在想着我们是一个月一次这样情况现在 是 你问我的话 我现在一天守两次 以前我在圣公会的时候是每天都有有有有这个我们讲叫叫什么 呃就是有这个承导都有守守圣餐才 呃就每天都有在圣公会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在 这个录的总就就没有就每个月一次而已 可能这个是要思考一下真的是要 要回去守这个圣餐 可能要要多最少每个每个星期一次先 每每个每个每个星期崇拜都一次这样这样子 可以考虑走 我的 讲讲到给你的领袖 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不会认同的 他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这样麻烦 我是认同每个星期有啦因为 每个星期四餐时间都有认罪祷告的嘛 不然我们要一个月才认罪一次嘛 最少每个星期都有认罪时才能产生产的情况 是 啊 是好的是好的谢谢那牧师给我想思想 我在想想接下来露马西亚可以开始崇拜是不是要 要改变这个 要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的 崇拜的一种的 持续一样的情况 是 我是希望可以啊 因为 因为我深深感受到这个是圣灵正在要做的工 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是 有那种紧迫性啊 因为圣灵在这个时刻正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希望可以 更多祷告 让他 就透过祷告去 让圣灵自己去 在教会的灵修做这个工 这个 那廖牧师 廖牧师你对着生产我们我们现在用的 是不是一定要用葡萄酒呢 还是用Rubina也可以啊 我自己对这方面我就没有 太过 所谓的严格啦 就是有时候用酒用Rubina都可以 就是 你饼 就是我自己用饼 我在这个饼跟杯呢 这个方面呢 我就不会 去限制一个东西 啊 所以 对 对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需要的 最重要是那个内容 就是经历神 就是有认罪祷告 每天 每时每刻想起耶稣的救恩 然后 想到 这个 就耶稣要来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准备 所以我现在我每一次领圣禅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那个 马太福音第27章 耶稣受死之前 那个天地黑暗 耶稣断气的时候 这个圣殿的麦子 裂为两半 然后地震 石头崩裂 然后接下来就坟墓的 这个 石头滚开 开了 然后 有许多圣徒醒来 睡了 就醒 就是 就是复活 然后接下来我就看到 蛇 就是 马鬼 被 就是被耶稣 就被耶稣踩下去 所以每一次我首圣残就是 就是耶稣的脚踩在那个撒旦的头 所以我每天都至少两次我想到耶稣的脚踩在撒旦的头 你每天都这样想这样祷告 你 你的信心就是 潜移默化就慢慢建立起来的 然后拿到这个杯的时候 就看到 杯这个血一方面 我相信是耶稣的复活的杯 这个 复兴的杯 我知道耶稣的杯是要复兴祂的脚踩 这个杯 然后杯这个血呢 我就讲到 也是 另外就讲到我的 就是我的受死 我的 不是受死 我的 我的殉道 所以我每一次的时候我说耶稣 这也看为我自己 有一天要为你殉道 如果你要我殉道 我ever ready 我随时准备 我不会讨的 我就给你给我力量 我就是 我就是要 这是我最多可以给你做的 我的生命就为你的名额献上 我每一天都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的时候 就是 就是一种 信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就不是一天两天的 其实很多年了的 我在神宣教书是我的学生 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殉道者的club 然后我说我 我做 我做 我做头 如果院长家住 院长叫做头 院长要 要杀的话 先杀院长 最后才杀我 杀协生之间 我就说 协生你们是不会被杀的 先找我 我老是 我一定要 我要 如果院长在 当时再到院长 你先上 然后才轮到我 然后接下来找协生 我们就这样 我不是开玩笑的 当时我讲的时候 我就很认真 他们讲的 然后 然后 怎样一遍你的家人 对这个被杀的 家人怎样一遍 他们OK 他们怎样接受 我 不用跟我的师母讲了多少次好了 我的孩子跟他讲说 如果有一天爸爸被抓去 被杀死 你 当然感情上会哭啦 我说 你一定要 为我这件事 因为这是我的祷告 我跟他们讲了 如果一天你 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 不用替我 为我流眼泪啦 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 因为这是我祷告的 我只是怕他们去折磨我啦 你把我枪杀 把我砍头 我没问题 如果你每一天来 拜我的脚趾的话 一天拜我的脚趾 说你还要信 你需要讲耶稣 我拜你的脚趾 每天来拜 我就怕这个 我就怕这种 他也不杀你 不过我就是 没有选啦 被折磨也没有选啦 就是 就 在被折磨的时候 有力量胜过就对了啦 就这样吧 好 大牧师 你带你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谢谢 好的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母要献上感谢 让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能够继续明白了解 起诉录里面的这种的意愿 叫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预备好我们的心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紧紧抓住神 不离开神 就算需要为神牺牲 射弃生命都救助给我们恩典 是不需要受过赤膜而为你而死的 我们求主给我们家恩典 能够胜过这种的试探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 在每一个星期有两周 尹廖牧师上这个洗漱课程 求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领受 重点是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预备好自己 不是胆怯地来见耶稣 来实施欢喜快乐地来迎接耶稣 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每一个听你话语的 研究启示录的都有所得着 也求主你自己赐福与廖牧师 让他每天都有从神那边 所领受的的话语 有新的话语 有新的看见 让他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后时代的教会里面 继续做成为了警醒的教会 我们求主赐福廖牧师和他家人 在美国的生活都有平安 有主的同在和喜乐 充满着他们 我们就要感谢祷告 侍奉主耶稣 保护世面祈求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你们 继续在祷告中 谢谢 谢谢 谢谢